三 二 一 請用檢 全國首創智慧診所智慧藥局 18號上午在眾人的見證之下 在新北青年住宅中和館盛大開幕 現場灌溉原籍 台北醫學大學副校長李飛鵬 科技部主任秘書陳宗全 双合醫院院長吳麥斯 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周慶明 以及各界代表都列臨現場 體驗醫療智慧化的服務 我想我們希望我們做一個最好的示範 讓台灣真正能夠走向智慧醫療 然後不是只有大公司大醫院 可以做到一般的社區診所 一般的家庭 都能夠享受到智慧醫療這一塊的好處 有業者精心研發的 AI健康力行動診所APP 可以記錄民眾居家兩側數據 不僅家人可以收到 也讓醫師作為病情評估 以及開藥的依據 而透過數據分析 系統也會提供個人健康周報 智慧民眾專屬的醫療顧問 另外智慧診所也跟大型醫院合作 透過專業的評估 讓民眾轉診無縫接軌 希望就是說小病可以看在家的醫師 然後需要醫院的服務 我們就可以進來 所以在這個診所 就是建立開幕以後 那我們双合醫院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我們地區的一個後送醫院 那我們可以跟這個診所 當然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我們可以跟很多的基層診所 一起來合作 政府積極提倡分析醫療 由業者打造的智慧醫聯網 串聯全國超過300家診所 從基層診所 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 醫學中心 蒐集數據 打造醫療資料庫 除了應用於更多醫療創新 也能加會更多民眾 中間新聞 林卡君 綜合報導 警告